家里有黑芝麻,不要浪费了 可以试一下这个黑芝麻球,又香又好吃 婆婆自己种的黑芝麻,杂质比较多 教大家正确的欣喜方法 把黑芝麻倒进清水里面,下手搅一搅 黑芝麻会沉底,表面浮上来的都是一些杂质 用漏勺把表面的杂质给过滤掉 过滤干净,然后再用漏勺搅一搅 让黑芝麻浮起来 勺子不要贴底,在水的中央把黑芝麻给捞上来 捞一勺,再搅一搅 就像这样把所有的黑芝麻都捞完 你看,水底下都是杂质 然后再加清水,重复一遍 把捞出来的黑芝麻倒进炒锅里面 刚开始的时候水分比较大 开大火翻炒 把里面的水汽慢慢的炒干 炒到成这种湿润的状态 然后调小火,慢慢的煸炒 把黑芝麻炒至松散,颗粒饱满 不挂锅铲的状态 然后把黑芝麻倒进大碗里 再来捡一把红枣,也可以用枸杞或者不用放 把红枣加清水,扎洗干净 洗好之后放案板上面,用厨房纸把表面的水分给擦干 然后再用剪刀把盒给去掉 然后剪成小块 剪好之后放进炒锅里面 开小火,慢慢的翻炒 不要炒糊,只要把水分炒干就可以 炒到像这种状态 然后给它盛出来 放进黑芝麻里面 锅里放上50克的麦芽糖,小火融化 再加入30克的蜂蜜 搅一搅熬一下 颜色变深,气泡变密集 然后把黑芝麻和红枣给倒进来 用铲子翻炒一下 炒到黑芝麻红枣都沾满糖液 关火,手上戴上手套抹一点点油 抓一团大概10克 再手心捏紧 然后两个手整理一下 整理成圆球 这样一个黑芝麻丸就做好了 一个一个全部都捏好 这样我们的黑芝麻球就可以开吃了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可以密封保存 放一个星期也不会坏 吃起来又酥又香 一点都不粘牙 这个黑芝麻球外面卖20多块钱一斤 自己在家做,卫生又放心 一次可以少做一点 像我这样半斤的那样刚刚好 每天吃上两颗心情都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拜拜